甲雨真言 作者 杭泰 播讲 夏秋年 时有鱼 有人喜欢吃鱼 有人不喜欢吃 我是属于不喜欢吃鱼的那种人 我觉得鱼有股腥味 我吃不来 有些鱼的刺又特别小 很难吃 有人说鱼鲜 我体会不了 尤其在英国 吃的鱼多半都是冰冻过的 有什么鲜呢 在中国 沿着江河或是湖海一带吃鱼 或许没有问题 可是到了内地 尤其是不靠江河湖海的地方 要吃鱼可能还不容易呢 尤其是这年头 市场经济是物以稀为贵 鱼在那些地方 价钱一定是很高的 普通靠薪水吃饭 不做生意 不是大款的人 要经常吃鱼 恐怕办不到 李承林住在内地的一个大城市 那儿就离江河湖海都很远 鱼就是贵重的菜了 不是什么人都能吃得到的 李承林在改革开放前经济颇为困难 常常要向组织申请补助 后来由公安局调到市法院 情况也没有好转 他老婆不工作 家里有好几个孩子 吃点荤的都难得 哪里有机会吃鱼 可是李承林却偏偏是喜欢吃荤腥的那种人 见了鱼虾就没命了 可惜买不起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 改革开放以前 市场供应很差 每月吃的一点肉 菜 油 都得按本子去买 有时连鸡蛋都还买不到呢 李承林虽然是个干部 可是级别不够高 没资格到高干的特别供应点去买菜 而且周围的人情况也差不多 大家都没得吃也就算了 改革开放之后就不同了 自由市场上东西多得很 从沿海 沿江河一带地方的人 也把鱼虾运到这里来卖个好价钱 这儿的鱼虾居然也可以随便买了 只要你有钱 不管是不是高干都能买 问题是钱从哪来呢 工资虽然是涨了不少 可是还没有涨到顿顿饭可以做到食有余的那种水平呀 不过李承林运气好 改革开放之后都要讲法制 所以法院的事也多起来了 他又调在预审处 那是大家公认的肥缺 有什么案子 谁要告谁 不都得先由预审处决定吗 预审处说这案子不能成立 全属胡闹 那就到此为止 预审处要是说此案需严格审理 那这案子就得审 法院就得开庭 最后还得判决 民事纠纷也好 刑事案件也好 凡事都得经过这个预审处 李承林也是个小头头 虽然不是处长 但是是处长下面一个重要人物 说话还有点分量 李承林在改革开放之后没几年 生活方式就有了天翻地覆的改变 真是可以说翻了身 原来他一家人挤在两间小屋里 现在却搬进了一个有十几间房的大宅院去了 据说这栋房子原先是当地一个大财主的 后来被打成右派 不但房子归了宫 人也发配到边远地区去劳改 没几年就死了 他的儿女为了自己的前途 早就和父母划清了界限 现在在哪儿都不知道 有人说他们改了名改了姓 到别的城市去了 有人甚至还说他们海外有亲属已经出国了 众说不一 李承林自从搬进这所住宅 人也发胖了 到他这儿来做客求助的人都说他有一脸的福相 他自己也觉得自己很适合现在的时代精神 的确有点如鱼得水的感觉 觉得这改革开放实在是英明伟大到了极点 他从心眼里赞成 这天他在办公室里刚泡好一杯龙井茶 拿起一张小报来看 上面有条消息说 上海人民天天食有鱼 年人均食鱼已达27公斤左右 高于全国年均鱼消费量的75% 这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他有点弄不明白 不过他想 他倒的确是天天食有鱼 一年可能不止27公斤呢 本来他还想去做点鱼的进出口生意 赚点外快 可是这份生意被他的上司那位副处长接了过去 他也不好再说什么 不过现在回想起来 他很庆幸自己没有参与这种生意 因为现在这个生意出了问题 纠纷闹得很大 和这位副处长和伙作进出口生意的一些上海人 竟然到这儿的法院来 告了这副处长遗状 到现在事情还没了结呢 这些人已经和他见过面 说是希望能与他们合作 主持正义 而且还特别强调好友好报之类的话 李承林一听就知道话里有话 可是不知道他们具体指的数字是多少 他一直在考虑 衡量 究竟是同这些人合作呢 还是站在他上司那位副处长一边 他想 要是同他们合作主持正义 那眼前立刻就会有好处来 而且将来又有机会同他们一起做生意 最要紧的是 他心里很清楚 这位副处长的确是贪心不老实 仗势欺人 他同上海方面合作 把各种中国的鱼 诸如带鱼 石斑鱼等等出口到英国 批发给英国的一些华人超市 盈利不小 不过开始做的时候下的本钱也不小 那位副处长原先并没有下什么本钱 只是靠他的关系在上海市进出口公司打开一些门路 手续简化一些而已 然而生意越做越大 这位副处长的心也越来越贪 要的百分比越来越高 早已超出了他们原先订的合同 那些上海人也精明得很 一面答应给他要的百分比数 一面渐渐把他排除在外 不要他参与业务 只给他拿钱 起先他还很得意 后来就发现自己被架空 于是他就要亲自出马去伦敦一趟 然而他这次做得太过分了 把盈利所得一股脑独吞了 这一下就惹恼了他们 他们干脆不顾情面正式上告 当然 他们也是不会打无准备之仗的 不然哪里敢去告一个法院的官员呢 他们先要打通预审处 这就与李承林有关系了 李承林对副处长的为人知道得很清楚 可是无奈在他手下工作 他要想找你麻烦 那还不容易 这次他已经找他谈过话 暗中给了他一个警告 副处长说 现在是讲市场经济 有些人以为是搞资本主义了 金钱至上 他们忘了四个字 那就是社会主义 什么叫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就是要有阶级观念 上海的这帮生意人是什么人 他们连党员都不是 你要站在哪一边 还是多考虑考虑的好 听说他们还送了你很多鱼 是不是 你要知道 受贿这是一项严重的罪行 不过当然 朋友之间送点吃的东西 那是完全没问题的 可是不能影响到政策和法律 这一点我不说你也知道 你在我手下工作 我对你的情形一清二楚 你的经济情况变化很大 你是聪明人 我不必多说 李承林手里虽然还拿着那张报 脑子可早就不在了 他耳边不时的响起副处长的话音 心里很不自在 那些上海人不仅送了他很多鱼 还送了他一个冰箱呢 那是意大利扎努西盘的 下面的冷冻室里头塞满了各种鱼 而且都是最好的鱼 像贵鱼了食鱼了等等 李承林是最爱吃鱼的人 而且这些鱼当地是绝对没有的 他过去只是因公出差 到江浙一带才能吃到 所以人家一送 他没多考虑就收下了 现在他想起来很是后悔 明天预审处就开会 要决定这案子究竟是不是成立 这当然要看美人的意见 李承林想 这可是关键时刻 要是站错了队可影响一辈子 那么他该怎么办呢 最后他决定他还是当中间派或骑墙派罪保险 这个会李承林觉得很奇怪 事情摆出来之后 似乎大家都认为这是一件严重的案子 副处长知法犯法是应该严格审理的 李承林心想 事先我怎么一点风声都没听到呢 他的发言模棱两可 一面说应该严格审理 可是又对上海那边提出的证据表示怀疑 而且又说了许多副处长的好话 人家一听就知道不是由衷的话 而且郑处长对他的话很反感 当场就把他训斥了一顿 说他怎么在法院工作 连什么是对 什么是错都分不清 开完会 他心里沉重得很 不知道他的前途如何 副处长的前途如何 如果副处长能过关 如果像副处长说的那样党内的剩余党外的 那他就没问题 不然的话 李承林这回总算没事 他后来才知道 郑处长早就想把这个副处长搞掉 这个机会实在是巧极了 上面的纪律检查委员会要搞一批贪污腐化分子 以平平普通百姓的怨气 这回的经济犯罪有人证物证 一判一个准 处长如愿以偿 现在他和上海人一起做生意了 李承林只做不知道 不过他心里一块石头却落了地 他心想 至少他现在的食有余的生活方式 一时不会有什么变化了 全文完